漫漫六 作者杨显慧 朗读者陈颂无声 八月的一天早晨 漫漫起床后去倒尿盆 看见老残缘的张会计匆匆匆地走进大门来了 往会计室去 漫漫觉得奇怪 张会计是个最散漫的人 经常八点半钟还不来上班 白天是要是找他办个啥事 又找不到他 他早早就回家了 却总说自己出去办事了 漫漫朝他喊了一声 张会计 今天的太阳从西山上升起来了 你这么早来上班了 张会计像很忙的样子瞪他一眼往前走 但是走到会计室门口又扭过脸来说 漫漫 我到兰州出差去了 漫漫说 我又不是领导 用不着跟我汇报 你这个丫头 张会计哼了一声 又说 漫漫 我这次去兰州 梁院长交代了一个任务 叫我在省上的医院联系一下去 要给胆瓜的眼睛做手术 听到这消息 漫漫飞快地倒完尿盆 回了宿舍 大声地说 长奶奶 报告你个好消息 老残院给党国爱看眼睛里 张会计今天到兰州联系去了 你说的啥 党国爱也听见他的话了 很兴奋 要给你看眼睛去里 做手术里 做完手术我就能看见路了 再不再跟头了 对不对 党国爱兴奋极了 拍着手喊 漫漫抓住了他的手术 就是 手术一做完 你啥都看见了 来 我给你洗脸 往常洗脸 漫美就是拿手巾 给他呼里巴兔抹一抹 然后把手巾扔给他自己擦手 但这一天 他给党国爱脸上擦了椅子 把两只手也用力擦了擦 他一边擦一边说 你这两天啊 不要乱爬去 你看 你这爪子哪得像个手 像是个粪叉子嘛 但就在他用力擦手的时候 党国爱哀哀哀哀哀的叫起来 阿姨清线 阿姨清线 他问咋了 党国爱脸的嘴哭了 说手痛得很 他仔细看党国爱的手 才发现中指关节上躺鞋了 那里有个伤疤 被他的毛巾蹭掉了 中指和食指的指甲黑黑的冲鞋了 手指肿得粗粗的 他问这是怎么碰破的 党国爱说 蝉来砸下的 他为啥砸你 他和淡淡说 跟我比一下谁的手大 我把手放在台台上 他一砖都砸在手上了 这个夏兄蝉来 我找他去 长奶奶稀释宁人 说 算了算了 娃娃们玩这里嘛 你有这么玩的吗 你看 这砸得多劲的 手指头砸破了不说 连指甲缝都化浓了 这不是玩 这是心坏了 怎么使下的这样的东西 有人养没人教的 不行 我找他妈去 算了算了 算了 找去能做啥呢 找去了就打仗的嘛 破了的也好不了嘛 你消消气吧 给我的狗狗摸些红钥匙去 长奶奶一再劝解 慢慢气在消了些 但依然气羞羞的问党国爱 这是哪天砸下的 几天了 那你早些不说 我害怕 害怕啥 害怕把你吃上吗 我害怕你吵仗去 慢慢不吭声了 瞪他 过了一会儿再说 狗狗 你长大就知道了 人家看不起我们 我是个瘸子 你是个瞎子 你去傲歪些 马上了人齐力 狗上了拉西屎 人善了 人家欺负力 他把党国爱 训了一顿 然后就拉着到食堂去了 食堂的一个吹石员 是河北省人 男人是省军区 驻隆溪县部队的连长 家里有红药水 有消炎粉 给党国爱的手上 撒了点消炎粉 抹了点红药水 包上 他就急急地 跑到裁缝那大去了 他嘱咐长奶奶 中午给狗狗 把嬷嬷泡上 叫她自己吃 他要给狗狗 搓一件衣裳去 他说 张快姐一两天就回来了 联系好了的话 狗狗这两天就要去兰州 要叫狗狗 穿上一件新衣裳 听说要给党国爱 致眼睛去 裁缝也高兴 从公家的布匹上 给他扯了一块布 裁剪好了 叫蔓蔓自己扎 扎完了上衣 蔓蔓又找些碎布 拼上 又扎了个裤衩 黄昏时分 他才回到宿舍 看见党国爱 在炕上睡觉里 他就说 狗狗起来 试一下新衣裳 可是党国爱 没应声 长奶奶说 狗狗今天不知道咋了 吃过午饭就睡下了 一直没醒来 他摸了一下前额说 有点发烧 可能感冒了 叫再睡一会儿 过一会儿开饭了 他和王嘎女去打饭 回来硬把党国爱叫醒了 给国爱喂饭 国爱吃了两口 就推了一下碗 又倒下睡了 这一天 蔓蔓也累了 吃过饭也没出去玩 躺下睡了 到天黑 他突然醒了 心里总觉得党国爱 有点不对头 这我阿姨以前也受过粮 发过烧 但没有过不吃饭的时候 他就又推国爱 喊 狗狗 醒一下 党国爱醒了 突然坐起来说 阿姨 我要呕 党国爱像是很恶心的样子 还很急 怕自己呕在炕上 两只手拼起来 举在胸前接着 蔓蔓也茫茫下地 把尿盆端来叫他呕 呕完了 党国爱又睡了 长奶奶说 狗狗是吃了啥不合适的东西了 没啥 呕完就好了 蔓蔓也就放心睡了 天亮后 党国爱还是睡 叫上几声 才睁开眼睛看看 接着又睡 蔓蔓觉得不像感冒 就去找梁国华 开了一张医疗合同单 叫王嘎女抱着 去了县医院 到了医院挂号 医生检查了一下 说这孩子病重 没法治了 你们抱回去吧 蔓蔓一听慌了 恳求医生 你收下吗 病重了才上医院里 病轻了来医院做啥 但医生你也不理他 又给别人看病 蔓蔓急了 跑去找老残院 调过来的按摩师 刘敏 刘敏也帮着 去找儿科的医生 可医生还是不收 刘敏生气了 把蔓蔓叫到走廊上说 你把我阿料椅子上 你们回去 看他们管不管 蔓蔓便大声的说 嘎女子 把狗狗放下 放在椅子上 咱回老残院 他和王嘎女转身就走 那位医生着急了 喊 你们走了 孩子谁管 慢慢催着王嘎女 还往外走 医生说 不要走 不要走 孩子我们收下 你们大人要看着 医生叫护士 把党国爱抱进了病房 调上大瓶子书液 慢慢才松了一口气 打发王嘎女 回去报告梁院长 下午 香兰来了 还买了一斤饼干 说梁院长到县上开会去了 不在老残院 香兰问了情况 想叫醒党国爱 叫了几声党国爱没醒 就见党国爱的手 一抖一抖的 便呜呜的哭了 慢慢生气 说你哭啥里 香兰说 你挂着里 在定西孤儿院的时候 有个嘎女子抽风 送到专属医院去了 就再也没回来 慢慢说 你胡说个啥嘛 我没听说抽风 能把人抽死的 慢慢在枕头旁叫 狗狗 你醒一下 香兰阿姨看你来了 阿姨也在你跟前里 党国爱睁开了眼睛 看她 看香兰 微弱的声音说 阿姨 这是在哪大 慢慢说 狗狗 这是在医院里 来 你吃些饼干 这是香兰阿姨给你买来的 党国爱没说话 就又睡着了 香兰到天黑回去了 转天早晨 梁国华来了 看见党国爱 皱了一下眉头 说 蔓蔓 这娃娃不中了 你看 嘴角抽着里 蔓蔓说 狗狗快好了 狗狗抽得轻多了 昨天手抽着里 腿也抽着里 梁国华说 这娃娃得的是破伤风 我见过 我在朝鲜战场上 见过破伤风的人 得上就没致了 这时候 进来了两个护士 拔了输液针头 收拾着 要抬党国爱 慢慢问 你们往哪里抬 一位护士说 太平间 慢慢说 人还活着里 你们就往太平间抬吗 另一个护士说 那是倒气呢 慢慢大哭起来 你们不能抬走 我给狗狗坐下衣裳 还没穿上里 当国爱 没了几天 长奶奶躺到了 长奶奶在过去的两三年里 每到夏季 都得一场大病 拿利己 长奶奶今年拉肚子 已经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 食堂的饭里 天天下甜菜叶子 她一吃就拉肚子 而且很快 就转成了利己 她的身体太嚷了 长奶奶不光是躺倒了 并且脑子也糊涂了 一天24个钟头都在睡觉 醒来的时候就问 狗狗呢 我的狗狗呢 还在她没有躺倒之前 慢慢就嘱咐过王嘎女 不要说党国爱没了 就说到兰州 只眼睛去了 但是王嘎女 傻唧唧地告诉长奶奶 狗狗死了 结果 长奶奶问着问着 就躺开眼泪了 人一糊涂 就麻达得很 拉了尿自己不知道 房子里臭血熏天 慢慢天天给她擦洗 给长奶奶擦洗 费事得很 她自己坐不起来 要人抱起来 慢慢本身一条腿残疾 用不上力 抱她的时候 叫她把手搂住自己的脖子 再拉住她的肋巴往起拉 一不小心 慢慢就失去平衡 跌倒了 两个人都躺在炕上 王嘎女有力气 但她不愿干 嫌脏 每一次支持她 慢慢都要付出些代价 给一块手巾啦 许愿给买一碗扫子面呀 把她哄高兴了 她就跪在炕上 从后头把长奶奶抱起来 慢慢就给长奶奶脱裤子 擦洗 然后把干爽的裤子换上 人一拉力气 就体内缺水 就不断地要水喝 夜里也要喝 有几天 长奶奶清醒了 慢慢把枕头和被子 垫到她的腰上 叫她坐一坐 坐着 长奶奶跟慢慢说 我的嘎嘎 你把我再伺候几天 我把你麻到不了几天了 这场病 我熬不过去了 我缓下了 你记着 要把我的拐棍 放在棺材里 要给我的绣筒里 绣上一个嬷嬷 绣筒里绣嬷嬷做啥里 漫漫莫名其妙 问 长奶奶说 缓下了也要吃力嘛 人到了阴间和阳世上一样 漫漫对长奶奶的话 四信四疑 没出声 长奶奶又说 我的嘎嘎 你今天给我洗一下脚 我几个月没洗脚了 脚痒得很呀 漫漫把王嘎女叫来了 她把几床被子落在一起 叫王嘎女把长奶奶抱到被子上 王嘎女从后边扶住 她给长奶奶脱衣裳 长奶奶问 脱衣裳做啥呀 她回答 长奶奶 今天你精神好 我给你全身擦洗一下 她把长奶奶松弛干瘦的身体 擦洗得白白净净 穿上衣裳 然后脱去长奶奶的破袜子 解开裹脚布 长奶奶从前都是自己洗脚 坐在地下的角落里 面向墙壁 漫漫从来没看见过 她的小脚的真面目 这天 她看见长奶奶的嘎脚了 小小的 就像是五月端午 姑娘们秀下的荷包 那么大的一点点 脚趾头还弯在脚心里 除了大脚趾 长奶奶的脚洗完后 也白生生的 就像是一个剥了棕叶的粽子 裹脚布长得很 解开后 在炕上堆了一堆 裹脚布上狮子多得很 慢慢用开水烫了 搓着洗了 可是脊子洗不掉 她拿了一把剪子 叫上王嘎女 到门外的台阶上去 扯紧了 用剪子刮了一遍 再洗 然后搭到中子牌跟前的木栏杆上晒 不到一个钟头 裹脚布就被黄土高原的太阳晒干了 她拿进来 又给长奶奶绕过来绕过去 缠上 缠上裹脚布之后 慢慢又把一双自己攒钱买下的尼龙袜子给长奶奶穿上了 她对长奶奶说 长奶奶 你的袜子 你的袜子太破了 我撇过了 这时候 长奶奶哭了起来 眼泪 刷刷的躺个不停 慢慢说 长奶奶 你那袜子太破了 穿不成了 长奶奶说 我的嘎嘎 你的情 我这一辈子补不上了 下辈子再补吧 过了几天 长奶奶死了 那几天 长奶奶又犯糊涂了 长睡不醒 有时连饭也不吃 就是要着喝水 慢慢和王嘎女夜里轮流值班 一人半夜 长奶奶一说渴得很 他们就把窗台上放着了一个破嘴嘴的茶壶端过来 往长奶奶嘴里灌水 那天晚上 王嘎女值前半夜 慢慢值后半夜 但慢慢一觉睡到天亮 王嘎女也没叫她 她醒来后 看见王嘎女穿着衣裳 在长奶奶身旁睡着了 她推醒王嘎女问 长奶奶一晚上没要水吗 王嘎女说 没有啊 慢慢觉得奇怪 就问 长奶奶 你喝水不喝 问了两声 长奶奶不答应 她拿起茶壶灌水 水都躺在枕头上了 她跑出去 找看大门的赵师傅 说长奶奶一夜没喝水 赵师傅跑来看了看说 长奶奶缓下了 赵师傅抱了一捆麦草 扑在地上 又叫了两个大汉 把长奶奶连同她的褥子抬下来 放在草上 过一会儿上班了 过一会儿上班了 就去给领导反应 打下了一捆麦草 保管和赵师傅抬了一口来 放在门口 下午 殡仪馆来人了 梁国华看着麒麟 说书记不在 快 你们把褥子给垫上 快些抬上了走 殡仪馆的人用褥子 把长奶奶兜起 放进了棺材 这时 慢慢喊了声 等一下 跑进房子 把长奶奶的被子抱出来 盖在长奶奶身上了 然后 把一个嬷嬷 塞进长奶奶的袖筒里 把拐棍 也放在长奶奶的身旁 老残院的盲人 和孤寡老人们都来了 他们是和长奶奶告别来的 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汉说 长奶奶 没一个亲人 这些年 没一个人来看过她 可是长奶奶 没受一天罪 多亏漫漫这丫头了 另一个孤老汉说 漫漫 你把我也伺候上 我到了阴间想你了 漫漫恐惧地说 张爷爷 到阴间了 你可不要想我 我害怕得很 我还想活力 过了三个月 民政局安排漫漫 到龙溪县服装厂当工人 她走着上了一个月班 工厂派一个人来老残院 背她的行李 人们出来送她 梁国华说 漫漫 星期天休息下了 到老残院玩来 漫漫哭开了 说 你说下的给我装条假腿 到我走你都没给我装 我还来老残院吗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次感谢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